当我们很认真地在想一件事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很认真地玩这个Game的时候 最最最讨厌就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个答案 不过我觉得最多人选的就是 打扰不一定是有人拍你的键盘 而是那个电话的那个Message 或者是电话call 而这种打扰会影响你的游戏体验 甚至可能输掉比赛 还有可能就是你在很专心做工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Mood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iPhone能不能帮我们解决掉这样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三浩 一个喜欢Apple产品的马来西亚KOL 平常我都会把Apple产品一些比较劲爆的消息 或者是比较搞笑的新闻 放在我的Bilibili、微博、Facebook、Instagram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苹果产品的资讯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这几个频道 其实iPhone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免打扰模式 Do Not Distant 这个免打扰模式 我们有两种花把可以开启 一种就是在设定里面开启 首先打开Setting 然后拉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有一个Do Not Distant 然后就可以开启它了 另外一种就是在Ctrl Center开启 我们可以拉下来 在这边就有一个月亮的东西 这月亮的东西我们点击它就可以了 噢噢 那么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说 我明明都已经开启了 可是在玩这游戏的时候 那个免打扰模式还是会一直招出来 就是一直弹出来 其实是因为你少开了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进到Setting里面 然后再来这个Do Not Distant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设定 就是Silence 这Silence就是说你要长长Silence 还是只有在你的iPhone户的时候 那些Message不会一直招出来给你看到 我会推荐用Always 就是长长 所以你开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就不会一直看到那些Message Proof出来了 如果你有没有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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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转按 然后按Turn Off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进到Setting里面 然后再来这个Do Not Distant 我们还可以放Schedule 就是几点到几点 现在是下午两点 就好不要distort我 一直到三点 就可以了 那么影片就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关于 如果通过iPhone来避免干扰到我们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尤其他们真的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关于iPhone的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你在使用iPhone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